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侏罗纪世界 统霸天下 第一件事情 统霸天下听起来 很像是一间芦苇摊的名字 这是侏罗纪系列的第三集 把前面三集侏罗纪公园都加进来的话 算是这个系列的第六集 由侏罗纪世界第一集的导演 柯林·崔弗洛指导 克里斯普雷特、Chris Pratt 和布莱斯·达拉斯·霍华 Blaise Dallas Howard 以及侏罗纪公园的三位主角 萨姆尼尔、罗拉·邓恩 和杰弗·高布伦 然后第一集有演出的欧马西 也就是Netflix上面的亚森·罗平 这一集也有回归 这部最新的恐龙电影 虽然只在烂番茄网站上面 拿到了30%影评推荐的口碑 第一集有71% 第二集还有47% 但是第一个周末 还是开出了相当漂亮的票房成绩 这年头谁看电影还看影评是吧 毕竟每部电影现在都在卖情怀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会去看的 然后我觉得这部《侏罗纪世界》 接在《捍卫战士独行侠》后面 有点太吃亏 所以影评们的标准可能都被拉高了 我自己在昨天看完的想法是 这部最早改编自小说《侏罗纪公园》 随后成为影史传奇系列电影的最新一集 它有许多不那么成功的地方 不过也有不少让我喜欢的点 就是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你会觉得还不错啊 然后下一段又会觉得 怎么好像有点无聊 然后又来了一段很好看的动作戏之后 进入到下一段剧情的时候 你会回头去想 刚刚那一段是不是有点没有必要 正当你以为电影要结束了 然后才发现原来现在才要进入到 真正的《侏罗纪》系列的电影里 不过不得不说这部《侏网天下》 绝对是一部够精彩的恐龙电影 虽然我还是觉得有很多地方的恐龙不够真实 就像预告画面的那个样子 CG感有点太重 不过也有很多地方是做得不错的 可能是像《侏罗纪公园》的第一集一样 他们有找回一些真的恐龙来拍吧 开玩笑 然后剧情上面也是有趣的 主题上面更是切回了原著小说的精神 在讲科技跟人类之间的关系 但是片长 还有故事结构以及节奏 还是蛮影响我对这部电影好不好看的感受的 这部《侏网天下》的剧情 大部分的预告跟简介都没有透露 所以我也先不讲好了 保留给还没有看的你 但我可以稍稍透露一下 首先在上一集的结尾 为了拯救那些恐龙们的生命 主角他们打开了那个潘朵拉的大门 一直被关在园区里面 然后保护得好好的恐龙们 就进入了人类的世界 所以电影的预告画面大致上面 就是这些恐龙出现在人类的世界当中 然后造成一些影响的画面 人类要怎么面对这些上古 绝迹的物种入侵 当然应该是这部电影的主题 可是完全不是我看完上一集之后 想的那样子大概第三集会有的走向 好像进入一场决战星球一样的 人类vs恐龙的那种大战 这部电影里面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主角的故事线呢 有一个侏罗纪公园的老传统 就是爸爸妈妈要去拯救他们的小孩 就像是侏罗纪公园的第三集一样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评价也是很差的第三集 当时第三集有一首 还是让人蛮开心的 然后就是原祖的三本著 这三个人打算要去取得证据 然后拆穿这一集反派 这个科技公司巨头的谎言 这段老实说是我不太喜欢的地方 因为你让侏罗纪公园的主角回归到这部电影当中 却让这两个博士去演神偷蝶影 虽然这是比较有趣的剧情写法 但是有点硬要 然后就会出现种种不合理的剧情发生 我觉得是可以有直接一点的方法去写这段戏的 当然偷东西的剧情张力还是比较大啦 可是过程之中看起来也是一点都不困难啊 然后另外一篇主角的故事线 也是塞了很多要刻意发生的动作戏跟恐龙的部分 所以会有整部电影的大半部分 大概三分之二吧 是有新鲜感的 但是就不是侏罗纪电影 而侏罗纪世界的这三集 也一直都在打破传统跟回归初心之间来回不定 还是有一些很棒的地方 像是这一集的恐龙非常的丰富 而且有好多种我们没有看过的新恐龙 有羽毛的、美羽毛的、大的、小的、超大的、超小的都有 然后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侏罗纪公园 或者是整个系列在讲的就是 科技发展到这种基因工程的时候 人类自作聪明、自作自受、自食恶果、自取灭亡的教训 然后从第一集的侏罗纪公园到现在快30年了 科技持续在进步 人类的愚蠢也依旧不变 人类一直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对抗大自然这件事情 我想如果这几年你有活在这个地球上面 你应该就可以感受得到谁比较强大 可是大自然就像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永远能够包容我们的错误跟制造的伤害 只是在这之中必然有新模式的代价存在 还有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些改变带来的影响 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有回归初心很着重的点 也是我很喜欢会加分的部分 从当初把恐龙胚胎偷出去的行为 到现在利用商业上面的影响力 去实现这种资本主义的野心 而还是那一句经典台词生命会找到出路的 生命会找到出路的 让我感动的剧情是上一集的复制的女孩梅西 这一集她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她认识到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该往哪里去 而这部电影最后总结在 一个人类跟恐龙共存的世界 可能是这部电影还不是这个系列的最终章吧 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困惑的就是 我感受不到那个世界的完整性 就像里面有一段背景里面 有一个小女孩在跟小恐龙玩耍 就像是公园里面的小孩在跟小鸟玩一样 那边让我蛮...不悦的 好像只是让恐龙置换成 我们身边的一些事物就可以了 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改变 跟为恐龙共存而做的调整吧 而不是让恐龙啪啪走就是共存 这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 比较不完整的地方 像是电影里面其中一段 我就觉得做得蛮好的 就是在工地当中出现了 超大只的无味巨龙 然后工人们就全部大家都停下来 引导他慢慢的离开 那里就是有我感觉到 人类跟恐龙之间的一个和谐存在 总之,《猪罗纪世界》同霸天下 这是一部让我感觉有很棒的地方 也有不很棒的地方 然后有非常多想要向 《猪罗纪公园》致敬的彩蛋 要是你是这个系列的终极铁粉的话 那应该会非常的重 特别推荐给喜欢恐龙 然后想要知道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当中 有没有恐龙受到伤害的你去欣赏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还有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有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威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